今年五月 因為疫情嚴峻 那這個郵輪的旅遊就被迫停航 不過現在傳出有機會復始了 隨著疫苗施打率越來越高 基隆市長林又昌也表示 已經向交通部提出復始的需求 業者也願意配合防疫要求 目前業界已經有人願意 先開賣郵輪的行程 林又昌進一步表示 基隆是重要的國際郵輪母港 每艘郵輪都會有這個上千名的船員 還有服務人員 疫情發生之前 臺灣可是世界上少數郵輪 還在行駛的國家 利用繞島航線和跳島旅遊運作 目前市府已經和這個郵輪業者 準備好防疫計畫 包括除了用餐之外 遊客全程都要佩戴口罩 旅客也必須三十天內 沒有出國的這個經驗 那旅客上船前也會接受篩檢 並且安排船員每七天篩檢一次 目前計畫已經送交 就等指揮中心決定 而現在本土疫情趨緩 很長時間本土加零 第一劑疫苗施打將近八成 他也非常期待郵輪能夠復始